Mitch我們在講什麼故事啊 沒什麼 裡面有好多故事 我們今天要聽哪一個故事 桃虎 你要聽年來了 鴨睡前 燈猴還是桃虎 要聽燈猴 那我們來看看燈猴是什麼樣的故事 第十九頁 燈猴應該是講跟猴子有關係的故事吧 不是喔 不是喔 欸好可愛的 已經是猴子喔 你看 他也架在雲上 好像是騎驚抖雲的感覺 真的像孫悟空 燈猴的故事 他是他帶著燈猴 呵呵 這不是孫悟空啦 但他也是猴子 以前呢 是沒有電燈的 大家都是用油燈 這就是油燈 傳說管油燈的神叫做燈猴 過年前呢 人們會準備豐盛的食物 來感謝神明的照顧 這有土地公啊 龍王啊 玉皇大帝啊 這些神明對不對 菩薩 大家都跟他們拜拜 還有關公欸 這也太妙了 很可愛 這是關公啊 菩薩啊 這個我不知道是誰 我猜是造神 所以大家都會感謝神明 準備很多美食喔 你看有鴨啊 還是雞 然後有水果 有肉啊 各種不同的那個菜肴 有一年 人們忘了拜燈猴了 燈猴怒氣沖沖的說 人類居然把我忘記了 太可惡了 燈猴就跑去跟玉帝說人類的壞話 玉帝生氣的說 海龍王 你在除夕夜降下洪水 處罰這些可惡的人類 這時 觀世音菩薩趕緊勸說 這只是燈猴的說法 請派人再查清楚一點 玉帝說 好 再查一次 人們聽到除夕夜降洪水 都好害怕喔 這時有人說 既然活不過除夕夜 那就全家在一起吃最後的一餐吧 到了除夕夜 所有人都穿上新衣服 全家圍在路邊吃著年夜飯 並整夜不睡覺 守睡 一起度過最後一夜 這時 玉帝查明是燈猴說謊 不但取消降洪水 還處罰了燈猴 哎喲 你看他被仗責欸 被那個玉皇大帝派人拿那個 很粗很粗的那個竹杖 然後打他的屁股 好痛喔 大年初一早上 大家發現沒有洪水 所有人高興的互相說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 這就是燈猴的故事囉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講這個 桃福的故事 先把燈猴的結束 離安 OK 中文字幕——YK